后面作者接着说了 后面第二句话说 The English language possesses a vivid saying to describe this sort of situation 他说英语啊 就拥有这么一个非常生动的什么的谚语 来描述这种场景 英语就The English language possess是有 在这里就相当于The English language has 就相当于那个have 第三个人当时has 为什么不用has呢 因为在第二行 大家看课文第二行出现了 has some terrible secret 再用has 这用词动词重复了 所以换成同一词possess 也是有的意思 一个vivid叫生动的 saying是厌语格言俏皮话 习语厌语 就说明人生真相的 这么一个约定俗成的话 我们来读一下 saying saying 它类似于proverb或者adage 表示格言厌语 真言作有名 这样的句子 我们把后面两个词在大数度下 proverb 或者用这个词 adage 这就格言或者厌语的意思 而且我们的剧情刚好用它来引述名言 你像中国有些老话说得好 天道酬勤 老天爷去帮助那些勤奋的人 这个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 是不是可以说中文的语言 有这么一个生动的谚语 后面再把天道酬勤引出来 就好了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the Chinese language possesses a vivid saying God favors the diligent 中文有这么一个非常生动的谚语 上帝会帮助那些勤奋的人 勤奋的形容词可以用diligent 那么勤奋的人叫the diligent 就像穷人叫the poor是一样的 favor用的是美式品写 英式把or混成ouer就好了 这帮助 上帝帮助那些勤奋的人 那么中文有一个生动的谚语 我们也可能在18课讲过 那个go 是不是可以表示 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正如中国一句老话说的 这个剧情还记得吗 As an old Chinese saying goes 咱们先说过这个go 可以表示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一个歌是怎么唱的 内容是什么 前面s是正如 正如一个中国老话说的 God favors the diligent 这两个剧情 我们在写作中 引述 这个某种语言中的明句 明言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第二句话 这句话是句型特别实用 希望大家记住 第三句说了 那么这个秘密是在这个习语中怎么说呢 the terrible secret is called a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这句话简单 这个可怕的秘密 称为叫贵中的骷髅 就是家仇了 然后后面说了 At some dramatic moment in the story the terrible secret becomes known and the reputation is ruined 在这个故事的某个戏剧性的时刻 就剧情的高潮 这个可怕的秘密被公开了 被一些某人也名声扫地 注意这个dramatic moment 就是戏剧性的时刻 就是一个剧情的高潮 这个我们也可以换成这个词 直接说at the climax of the story 在故事的高潮也行 这个故事情节 或者一个电影 或比赛的高潮 可以用这个词前面翻i 后面翻i 我们大声地讲 climax climax so at the climax of the story 在故事的高潮阶段 就是怎么样 这个秘密被公开了 被公开 the secret becomes known 变得被大家知道 被公开了 并且某人名声扫地 名声咱们在21课就讲过 repetition 可以表示一个中性词 某人的名声名气 然后is ruined ruined是毁掉吗 名声被毁了 就是名声扫地 这几个结构 咱们看过之后用一用 要不然记不住 比如说咱看一个句子 看中文 这个道貌岸然的官员 咱们以前说过政府官员 可以用official这个词 贪污了巨额的公款 这个贪污咱们以前见过 动词可以用imbezzle 然后巨额公款 叫enormous government funds enormous 就巨额的非常多的 government funds 就是政府基金了 公款 现在这个秘密已经被公开了 这个家伙也名声扫地 秘密被公开了 a secret becomes known 名声扫地 叫his reputation is ruined 他的名声被毁了就行了 道貌岸然的可以怎么说呢 道貌岸然的 表面上很体面的 是不是就可能刚刚讲过的 seemingly respectable 就好了 试试看 咱们先说第一句话 the seemingly respectable official 怎么样呢 embezzled 一般过得是 enormous government funds 现在 now 秘密被公开了 the secret becomes known 并且他名声扫地 and his reputation is ruined 我们看这句话 拿过来就可以用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道貌岸然的官员 the seemingly respectable official embezzled 贪污了 enormous government funds now the secret becomes known and his reputation is ruined 这个句子写得特别通顺 而且咱们特别自信 因为这个结构 我们在世界经典中见过 谁敢说我们错 那谁一定错 好 咱们接着看后面一句话 这句话好像是 第一段中最复杂的句子了 它在最后 它说 the reader's hair stands on end when he reads in the final pages of the novel that the heroine a dear old lady who had always been so kind to everybody had in her youth poisoned everyone of her five husbands 这句话特别长 咱们还得先分析一下 这句话的整个的语法成分 咱们看到 这个白颜色的正体字 在第一行到end之前 是句子的主句结构 读者的头发 从根根上站起来了 就是头发毛发树立 表示恐惧 这个结构出自习语 咱们一会儿会讲 读者被吓坏了 头发都站起来了 在什么时候呢 从when开始的写体字 一直到句末 明显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在这个时候 读者被吓坏了 哪个时候呢 when he reads 当他读到 你看 这个时间状语从句的主语是he 位语动词raise 这个读依然是个极物动词 但它后面加的 还是先加状语 这个状语依然是地点状语 在小说中的最后几页中读到 你看跟我们前面 讲的句子很类似 erase in novels 这个in novels 跟in the final page of the novel 这都是地点状语前置 这个raise后面 编语从句在哪了呢 在这呢 that开始 一直到句末 这明显是牵套在when时间状语从句内部的宾语从句 作为raise的宾语 这个宾语从句太长了 所以还是把状语前置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还是宾语从句后事 被拒之平衡 然后看宾语从句里边 它的主意是the heroine 这位女主人公或者女英雄都行 这个女主公是谁呢 两个逗号之间的 是一个名词短语 做前面heroin的同位语做个解释 这女主公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太太 哪个老太太呢 后面画横线的部分 明显是定义从句修饰这个老太太 怎么样 她对周围每一个人都这么和善的这么一个老太太 总结怎么样 我们说这整个是编语从句的主语 后面是同位语 编语从句的位语在这 head是注动词 然后incred use 两个多号之间 这又是个插入语结构 这作为插入语结构 同时也是后面编语从句的时间状语 就是在她年轻的时候 in one's use 固定搭配 把她的五个老公一个一个都读死了 这个ever one表示每一个 但注意 ever one也可以联写 联写成一个词 ever one中间不空格 这个单独使用是一样的 ever one left 每个人都笑了 那联写分写都行 但注意 如果后面加这次off ever one off 那么这个时候ever one必须分开写 不能用联写的ever one 后面叫off不行的 必须分开ever one 空格 one才在后面能够叫off 把她五个老公一个一个都读死了 也就是读者读到这个情节的时候 被吓坏了 头发都立起来了 因为我们看小说是 王宝把自己置身于情节之中 我们想 哎呀 这个老太太看着很和善 原来是个杀人狂 那我们接触那个王奶奶 对我每天也很和善 小二个 别错一些大嗓祸拐晒的 这么好的一个老太太 那是不是我们当年那个张大爷 李大爷 刘大爷 王大爷 马大爷 都是她弄死的 我们心里一下 哎呀 好可怕 头发也立起来了 这个句子语法结构 分析清之后 句子不就完全看懂了吗 还是为了 我们在阅读历史中 轻松看懂长男句 好 这个句子里细节特别多 第一个 先看看这个 头发从根上站起来了 stands on end 大家还记得on end 咱们以前表示连续多天的 对吧 three days on end 那连续三天 那我们在这个二十二课讲过 但本文中不是在时间的名字后面 肯定不是连续的意思 表示从根上立起来的 它处次固定搭配 就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使某人 毛发树立 就是把某人吓坏了 它原来搭配是这样的 本文中只不过做了一个 这样一个变形 但依然是头发从根上立起来了 这是把某人吓坏了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 可以这么来说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wait until I tell you about murder it will make your hair stand on end 等会儿我给你讲一讲这个谋杀案 它会吓得你毛骨悚然的 非常恐惧的这么一个谋杀案 叫murder it will make your hair stand on end 会使你的头发从根上站起来的 make和我们家 somebody do 加动词原形 这不能加一次的 好 这使某人吓坏了 还有一个搭配跟它类似 也是固定习语 叫make one's blood rain cold 使某人血都变冷了 这个run不是跑步的意思 这个run是系动词叫变得 使某人的血液都变冷了 就是吓得某人手脚冰凉 血都变冷了 我们在恐惧的时候 血循环不畅 手脚下的冰凉 吓得某人手脚冰凉 好意思于冷水浇头 怀里抱着冰 在杜石娘里面有这么清洁 我们看着把某人吓坏了 因为这结构也行 也是吓某人一大跳 但是还有我们类似的结构 我们可以同时记住 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细语 叫做把某人吓坏了 吓了一大跳 刚才这使某人非常恐惧 这是突如其来的事 吓某人一跳 吓了一惊 这么一跳 叫frightened the life out of somebody 或scared the life out of somebody 都行 吓某人一大跳 吓了某人真魂出鞘了 把我的命从身体中吓得蹦出去了 我们大声都讲 frightened the life out of somebody frightened the life out of somebody 或中scare也行 scared the life out of somebody scared the life out of somebody scared the life out of out of 连读 那么在口语中咱们愿意说frightened呢 还是愿意说scare呢 我们大家如果你是老拜的话 口语中喜欢说frightened 还是喜欢说scare 确实scare scare单音节 frightened 两个音节两个原因不好读 口语中scare更多一些 就吓了某人一大跳 有的时候可以用这个 叫frightened或scared the hell out of somebody 比如说吓死我了 我们后面可以把这somebody或者me 就更好说一些 frightened the hell out of me scare the hell out of me 可以这么说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frightened the hell out of me frightened the hell out of me frightened the hell out of the hell out of 练到一块 the hell out of 这个字母t在这轻轻啄化了 那scare就更好说了 大声里面 scare the hell out of me scare the hell out of me 当然the hell就不如the life 那么闻起了 the hell稍微粗粗一点 当然还有人说 scare the shit out of me 把我屎都吓入了 那个shit 当然我们在口语口试不能这么说 都是吓一跳的意思 咱们看一个美剧的片段 就是叫desperate housewives 就是绝望的嘱咐中一个片段 咱们看一下 Linette Honey Are you home Three months God you scare the hell out of me scare the hell out of me 咱们看到明显一个联读 这是老公呢 回到家里就叫老婆Linette 叫老婆的名字 Honey 亲爱的 Are you home 你在家吗 这个home在这儿 还有这个当父词来用 是你在家吗 第二个 这老婆从后边转出来 Three months 我在家待仨月了都 这老公吓 见鬼了 赶紧回来 God you scare the hell out of me 那个God you 轻轻的有一个j 为什么呢 老师讲过the 碰到了you前面的一个ye 一般会变成j God you 这个you 后面弱化了 这个ou变成二点 God you scare the hell out of me scare the hell out of me 这是明显的一个联读 咱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看能不能跟着他复述一遍这句话 好 再听一遍 Linette Honey Are you home Three months God you scare the hell out of me God you scare the hell out of me 是这么来说的 你看咱们口型做的一样的话 跟老外翻译一模一样 这吓某一跳 而本文中强调的是非常恐惧的这个状态 跟突然吓一跳 还是有点区别的 好 本文中说这个读者呢 毛骨悚然 吓坏了 什么时候呢 When he reads 当他读到 这个he就指着前面的reader了 这个读者了 Reads我们说 后面的in the final pages of the novel 这个是一个地点状语前置 与第一句话 咱们回顾第一句话 We often read in novels 那个in novels 状语前置 目的是一样的 这为了去世平衡 然后后面的the heroine 整个后面的那重句 才是read的 真正的编语 看这编语重句里面 the heroine 这个女主人公 这个老太太 a dear old lady 同位于 然后后面定义重句说 which had always been so kind to everybody 那么在 对每一个人都这么慈善的 这么一个老太太 这用过去完成时是对的 为什么呢 毒死老公嘛 这个这个是 以前对大家很慈善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大坏蛋了 所以过去的过去 就had always been so kind 怎么样 had angry youth 在他年轻时 把五个老公一个一个都毒死了 这个poison 咱们在前面 二十三课里边 各有所爱讲过 poison 做名词叫毒药 或者难吃的东西 还记得吗 做动词呢 叫毒死或者毒害 都行 在这里是毒死了 那我们关注一下 这英文's youth 就在某人年轻的时候 就in one's youth 这个use 同样后面要吐舌的 不要读use 老外听不懂了 要吐舌头 但声带不振动 我们读下use use in one's youth 在某人年轻的时候 这个use 大概是什么年龄呢 一般来说是十六七到二十二三岁期间 叫use 正是好时光 就在高中大学 这个时代 我们一般叫use 在他年轻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多同学 还没结婚的 正在读大学 这个女人已经毒死五个老公了 我们还得找到差距 确实了不起 当时以前人结婚也早 in one's youth 还有跟他类似的 在某人某个时期 都可以加in 以前in one's childhood 在某人的童年时期 还是加in in one's early years 这个咱们在以前二十三个讲过 也是在某人的早年 还是幼年了 在小的时候 也行 跟童年类似 不是从小的时候就学会把蜗牛跟食物联系起来 咱们见过 还有呢 英文是adolescence 在某人的青春期 跟一有四类似 只不过稍微早一些 一般十三四岁的十七八岁 青春期身体发育 开始成熟了 我们读一下这个青春期的词 不可说 adolescence 不要读 中间发 adolescence 在某人青春期 还有呢 in one's middle age 在某人中年时期 人到中年了 我们这个middle跟age连到一块 middle age middle 连到一块 读一下 in one's middle age in one's middle age 这中年时期 用它可以 还有呢 在某人的老年 晚年 英文是old age 这也行 注意old跟age 还有连读 old age old age 也是跟in搭配 就好了 本文中是在他 年轻的时候怎么样 读死了五个老公的每一个 every 空格 one 才能加接词off 如果联系的every one 单独使用可以 但不能叫off 这个注意 本文中用的对 好 这个句子又比较复杂 我们能不能把句子 复述一遍 当他在小说的最后节中读到 这个女主人公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太太 他周围每个人总是这么慈善 在他年轻的时候 读死了五个老公的每一个的时候 读者被吓坏了 头发立起来了 这个句子复述有一定难度 咱们一开始就慢慢来 读者的头发从根上粘起来了 The reader's hair stands on end 好 时间状语做 when he raised in the final pages of the novel 好 后面开始写 read 宾玉从句了 that 这个女主人公 the heroine 窦号同位于 a dear old lady 在家宾玉从句 who had had always been so kind had always been so kind to everybody dou hao 开始写 宾玉从句的卫语了 had 插入于在他年轻时 in her youth 什么样 poisoned every 空格 one of her five husbands 这句子够长 我们不带中断的 不带打课本的 从头再来一遍 The reader's hair stands on end when he reads in the final pages of the novel that the heroine a dear old lady who had always been so kind to everybody had incred use poisoned everyone of her five husbands 好了 咱们类似造一个句子 当我在电视剧的最后一集中 看到主人公 那个对每个人都很友善的 体面的律师 原来竟是一个残忍的谋杀犯的时候 被吓得毛骨悚然 吓坏了 这种事就在生活中有吓死人了 我被吓得毛骨悚然 在这个时候 我被吓得毛骨悚然 都用一般过去试了 是当时看电视的时候 叫my hair stood on end 什么是when 看电视可用watch 对吧 那么电视剧看到 这个后面情景避遇从去太长了 我们先说 状语在电视剧的最后一集 电视剧叫TV drama 最后一集 the final episode 这出现个重点词 电视剧广播剧的一集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episode episode 我们先说在电视剧的最后一集 然后再说看到的情景避遇从去 主人公是男的 我们用hero 而不用heroin了 这个是谁呢 对每个人都很友善的 体面的律师 体面的依然可以用respectable 律师咱们可以用lawyer就好了 对每个人都很友善的 体面的律师 体面的一个形容词就好了 他短可以放在律师的前面 但是对周围每个人都很友善 这个定语太长了 咱们用定语从去放在律师的后面就好了 原来是个 咱们讲用turn out to be 残忍的谋杀犯 叫a savage murder murder是谋杀案 murder才是谋杀犯 残忍的可以用形式 savage 就好了 咱们看这句话组织一下语言 先说 我被吓坏了 头发从根上粘起来了 怎么说 my hair 一般问的是 stood on end 什么时候呢 when I watched 先不看病语 先说状语 in the final episode of the电视剧 TV drama 我们家闭语了 that 怎么样呢 男主公 hero 是谁呢 the respectable lawyer 体面律是怎么样 who had been so kind to everybody 逗号 为一动词 原来是turn out to be 是什么呢 残忍的谋杀犯 a savage murderer 当然这个不是为了 他是谋杀犯而庆祝 我们那个句子造出来了 这么复杂的句子 间隔很长 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多余字 非常简洁有力 句子长 要长得合适 为什么呢 长 但是你要自己写的话 你得被句子长得多 我们这句子依然简洁 有力 非常非常的结果紧凑 好 这是一个好句子 好 那么第一段呢 这个作者就描述了一个 一般的情况 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 往往读到 这个一些令人毛骨索然的情况 这个小说嘛 如果要没有这个情节的话 恐怕呢 就不吸引人了 但生活中 是不是真有这个情景 就很难讲了 那么下面第二段中作者 就谈了自己亲身经历 这可能比小说更恐怖 第二段更新人 我们一会儿来接着看第二段 第一段 我们跟老师就学习到这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